张老师先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拿来的奖的感受吧 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很开心,三个字很开心 张老师其实最近隐秘的角落特别火 我看到您有在微博上面分享很多自己的感受 有没有觉得哪个网友的评论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大部分的评论都印象很深刻的 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他能很精准的说出你当时创作的理由 你会觉得现在的观众就是美学上高级 他就是能看到你有这样的意图的 看到这类的都挺开心 但其实所有的好话都是很开心,很爱听 我看您特别用心,其实有一条一条的去翻牌子 网友的评论,有时间的时候逐条的回复,谢谢 好难得,就是非常珍视网友们的评论 没什么难,就是有时我没有美,这个太夸张了 就是看见了就很酷一下,但是因为手机太小了,这个字也很小 有时候看起来比较费劲,所以现在也很难 因为眼睛老是看多了以后掉眼泪就会少一点 反正有时间就回复吧,没时间的话大家过多谅解 看到自己因为就是买不买到房子,这个这个言论 没想到被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话题,会不会觉得还挺意外的 其实是挺脸红的,因为那肯定是希望别人说你住的很好,过得很好 你会很开心,谁会看见说自己过得不是很好,会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还是有点歪曲了我的,我的原意了 因为我身边破组知道我,我其实很开心,我没觉得我不开心 他不是我一个人没有买房子的,那很多,很多我身边的演员他们也没有这个买到房子 我也没看他们就活不下去了,就是一份职业,如果能够工作很多年以后 能够靠这个努力挣到钱,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一点的话 那肯定是,肯定是会更开心的,所以我,我会加倍努力,我要试试就是 因为每个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就这么简单,对吧? 那有感觉到这个影秘角落火了之后的片酬有涨吗? 我在影秘角落之前已经把后面的戏的合约引迁了,很正常的酬劳 我不觉得它很低,我觉得后面那几个戏和前面这三四年的戏对我都挺好的 我为什么说不要去过度解读这个东西呢? 如果今天这是直播,那我可以再说一遍 我是在去年的时候,那个节目里接受采访 他问我说这个行业难不难,就提到了这个收入的时候,我说很难 我说我在,我入行二十年当中,最少有十年的时间,都是过得很难的 这是我的原话,但是大家都变成说,你现在一个月,或者是你现在一年也就拿了这点的薪水 它不是这样的,我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这种越来越好是透过演员自己的努力吧 每个演员都很努力,但是我真的可能幸运,有这样的几个作品让大家看见 所以我还挺庆幸,中国的好演员其实很多,他们可能作品一下就没让你看见 你们慢慢去发现,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演员,我真的不算 你会觉得就是因为影视寒冬,或者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你会对就是就是腰部的演员,或者说对于就是实力派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有流量的演员影响比较大吗 我们一直都是寒冬来的,所以寒冬也觉得也觉得不是那么冷了 各行各业都一样,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 只要你一天还在这个行业里就有机会嘛 这个是一个信念来的,你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总可能会有一天大家能看见你 他不一定会在电影院看见你,也可能会在一个网剧里看见你 甚至可能会在一个那种叫短视频里看见你 这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叫运气嘛 所以寒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当然最希望就是疫情快点结束吧,让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回复到一个正常的轨迹上去 电源可以打开,然后我们有很多电影,然后有很多电影制作 这样好我们工作机会比较多一点 你会觉得就是影迷的角落火了,有后会对就是经常演就是配角或者实力派的一些绿叶演员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是行业里面现在会更关注就是大家有没有演技,而不是就是更关注流量吗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关注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应该是不会打架的 你像我的小学初中群里的同学,他们一样有人就是喜欢他的美学的认为的那种表演 我从来也不解释的,他就觉得我看你的表演我就觉得挺累的 我说是吗,他说我喜欢不累,我想看肥皂剧,他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演技是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基本要求 但是他在播出的时候,演技的东西没有标准,这是一个问题 他是根据人的美学来决定的,我看这个人我就怎么看都是喜欢舒服的 难道我们需要去更正他,说这个人的表演不舒服吗 那他就觉得舒服 那我不爱吃冰朗,但是有人就很爱吃冰朗 我不爱吃番茄,但是有很多人觉得番茄很好吃 所以我能接受所有的现象 所以其实流量演员也有他们的市场和他们的受众 就不一定要因为他们是流量而觉得他们是一种原罪吗 我不知道什么,就是他怎么样的流量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红的演员嘛,很红的,我就很想成为很红的演员 你觉得很红? 我和真一点都不红 我就是美的演员心目中都是希望自己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的 所以如果他透过了他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觉得 最近就是有圈内的亲朋好友来给你爸祝贺吗 就是让你特别窝心的导演或者圈内的朋友 就 这个 这两年有些电影让大家看见了以后 有些他是可能 不是特别热门吗 但是圈里的同行他都会打电话给我们 就很认真的给你探讨每场戏 你怎么想的怎么演的还可以更好 我们都是看好业务比较多的人 他们打来我就很开心 你像这次影迷的角落 就相对比原来又多了很多 多了更多的是我的亲戚 还有我以前的一些发小 我的初中同学 今天刚才在外面还有一个妈妈给我打电话 她说她儿子在看 这是我的小学同学 那我就很开心 她说孩子都17岁了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有这么多人爱看你的戏 爱看你们制作出来的戏 我就觉得很开心 会有很多人来找你要清明照吗 现在 有很多 我 就现在有个苦恼 就是我 我去外面找那些以前冲洗照片的地方 又找不到了 他们说现在根本就没有冲洗照片的实体店 现在都是在网上去冲洗 所以我我会做朋友会去下载一些照片 就给他们给他们寄过去 太贴心了 有你这样做 你这样贴心的爱豆的粉丝很幸福 不是 就是这是应该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无缘无故的对你好 对吧 所以有人对你好 那一定要珍惜 好 谢谢 谢谢同学老师 在这里结束了